这个整个就是这个粘扣的 摩尔贴姜蜜蜂那样的 它这个所以说可以重复的使用 前不久 一款可重复使用的医用防护服在北京获批上市 引起广泛关注 4月30日 记者来到生产该防护服的北京方围公司进行探访 项目负责人李波告诉记者 这是中国首个获批二类医疗器械的可重复使用医用防护服 可以重复穿着十次 其力学强度指标是一次性防护服的十倍以上 过滤效率 抗合成血液穿透 抗肾水性等关键性能检测结果 在经过十次使用后依旧高于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国家标准 此外 可重复使用的防护服在经济与环保方面也有显著优势 李波介绍 疫情之下 医用防护服被广泛使用 而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在一些情况下无法满足医务工作者的需求 比如说在这个病人的转送 那么很多的这个需要抬担架 这是一种场景 那么需要抬担架呢 需要有很大的激烈的这种活动 另外还有一些防疫的防的现场 比如说地震灾区 这样的也都是户外的 那么这个劳动强度也比较大 就需要有沉着性能更高的防护服 一次性防护服呢 它是容易撕破的 记者在车间看到 为了满足这些使用需求 防护服的袖口 裤口均为双层 门巾处从过去的胶条改为魔术贴 此外 最重要的改变便是防护服的材质 我们参照我们其他板块的防护服 比如化学防护服 或者其他的生物防护服的类似设计 在材料方面进行了一些优化 那么满足我们医用防护服的要求 设计的这款新的服装 那么防护服的消毒洗涤是否方便 是否需要专人负责呢 记者了解到 可重复使用医用防护服消毒灭菌方式 是在医院现有的消毒技术基础上进行操作 目前 大部分三家医院均可进行产品消毒清洗工作 其实不需要特别的专门的人员 我们调研过程中呢 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各医院的洗涤中心 消毒中心 他们本身就对这个医疗物资进行一些常规的洗涤消毒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这个 呃 调研的基础上做的我们洗涤方法 那么这次我们这个注册产品呢 主要是基于这个淮扬乙丸的灭菌 啊 这么一个主工艺以下 设计这个整整体的方法 嗯 这个淮扬乙丸的灭菌的思路呢 也主要是围绕着新冠 呃 非典等这些高致病性的呃 传染病啊 进行一个呃 高效的消杀和灭菌 这样一个原理下实施的 李博说 防护服洗消方法的设计是研发中的一大难题 不仅要保障洗消后的防护性能 还必须考虑到医院的具体条件 在该款防护服投放市场后 每一件防护服都会配备一份洗消说明书 每件防护服的口袋里还有洗涤记录表 方便医院登记使用次数 因为最终用户呢 他们的要考虑他的具体的使用 要满足他们的使用方法 否则的话 你设计的产品 他们无法使用 等于最终你这个产品是失败的 李博告诉记者 该公司还在继续进行可重复使用防护服的研发 希望能够研制出重复使用次数更多的产品 据悉 目前已有多家医院正在与该企业接洽 咨询 并表露出强烈的采购意愿 公司正在给这些医院进行培训 预计很快便会签订采购合同 让这款防护服真正服务于一线医务人员